蕭靖嵐和林夏梅 今天出席電視劇宣傳活動 講到劇集進入結局州 他們都說很捨不得 不過就很開心 香港和內地的觀眾都很喜歡 他們都有截了很多圖給我們 真的很感恩 我都收到幾次消息 上了幾次業門搜尋 我們十二傳說 他們還專門開了一個群組 專門討論我們十二傳說 裡面有很多截圖 又分析劇情 到底我會否跟他們一起配合 至於講到阿蕭 日前在一場父子情的哭氣中大爆發 受到網民激烈的讚賞 他就很感謝美美這位好對手 好感動 多謝多謝 這是美望還有拍的 在走廊回望 我都眼濕濕 對 他陪我一起哭 我覺得阿美這個對手 其實他不會說休息的時候 因為我們拍這部已經辛苦了 有時候不用看著 可能他借個位置 我們可以演戲 但他會站在那裡 他交足氣給你 你有感情 他會陪你一起去軒動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專業的對手 多謝你 最主要你哭得我很感動 我不停在這邊哭 對爸爸有一種情意見 是他走了十幾年 好像覺得很多時候 自己在工作上 有一個小小的成就的時候 不能和他分享 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很遺憾 整天我想起他就覺得 如果我早點可以成名 或者我早點可以更加好 我可以給他更加好的生活 但奈何就是我最差的時候 他就走了 所以每次想起我自然而言 另外阿蕭透露將會到內地出席相宴 他說現在內部的保安措施都加強不少 不怕好像日前任達華的遇襲事件發生 反而自己就擔心老婆王翠如和洪永成 擔心我什麼 我現在擔心他 你擔心他和洪永在一起 洪東尼在一起 去了澳洲 有件很不開心的事 剛才告訴我 他說那邊的人 以為他來旅行 以為是洪永成的老公 不是吧 這是第三個傳說 這是真的 然後洪永成還在唱接受我 他還在唱我這首歌 很靈異 沒有啦 別人以為是真的的時候 你唱得那麼難聽的同事 別人說我唱得那麼難聽 那我的登台表演會被你弄好 別搞那麼多事情 洪永成 為什麼 並不被唱歌